今天又新增两例 确诊的案例 国内累积确诊来到三十四例 新增的第三十三例 是一名三十多岁男性 二月中到日本大阪跟团完六天 回国后二十五号出现症状 认定在日本感染的几率高 另外第三四例五十多岁女性 没有出国时有慢性病 二月十四号因为低血糖 全身倦怠入院 二十一号出现咳嗽发烧症状 研判是在国内感染 但有没有可能是在院内感染 确诊妇人相关疫调已经展开 但看看台湾目前确诊的三四例 境外感染多半为回台台商 层附中港澳旅游转机的台湾人 或是来台旅游的路客 境外感染人数来到十七人 境内感染包含台商传染给家属 以及死亡的白牌车司机 衍生的家庭群聚感染外 其他都还是未知来源 境内感染人数也来到十七人 一旦境内感染人数远超过境外感染人数 恐怕就符合社区感染的第二项征照 他住院只有住几天很快就出院了 那很快就出院了 他一定是在家里或在社区活动 回来的人他并没有被抓到 并没有被拘留 那这个也可能说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居家的时候 在社区中得到感染 台湾目前认定发生零星社区感染 强调疫情还在可控制范围内 而目前确诊病患中有九人解除隔离 未来将通过三次採检阴性才能出院 全台提高标准严正防疫